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宛如命运的印记 引领着这个人将来的走向 有句古老的名句文带金花印立身 今生富贵不由凭仿佛为这样的首相定下了预言 将其视为巨大的发展潜力 今后必将畏惧威望贵族之列 是经典中的潜力股 即便早前的生活或许贫困 这样的人却往往容易在晚年大气晚成 只需一次抓住机会 便能节节高升 轻云直上 名利双收 为整个家族带来繁荣 他们就像手中握着光辉的门匾 为后代子孙造福 手中的元宝状纹里描绘出一生中的财富 如同元宝一般 不亦流失 这是私人财富和是否能够生财的主要表现之一 如果元宝门蜜蜂圆满 预示着不仅拥有财富 还能守好财富 如果左边不蜜蜂而右侧圆满 显示天生对金钱较为差劲 但后天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填补这个缺陷 反之一然 如果是下边不圆满 那么财富就较为容易外流 手上的大三角纹同样属于元宝门的一种表现形式 表明这个人很容易集聚财富 然而 手向显示整个一生的运势并不是特别的好 取得财富相对较为艰辛 努力多而收益少 财富来得不易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人生舞台上 通过自身的努力积攒财富 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成功线 又称太阳线 好运线或六袖纹 从手部的起始点延伸至无名指下的太阳丘 这是一条充满好运的线路 其形状愈长愈好 越早出现 越早带来生命双收的运势 成功就像是跃然手掌之间 只需一步之遥 手掌中的宝云纹 如同螺旋是一圈一圈地向外拉开 预示着这样的人恢复极贵 必能创造出辉煌的事业 无论是从事生意 还是踏入政界 他们都能迅速在行业中站稳脚跟 聪慧灵敏 善于抓住挣钱的机会 涌进大脑的智慧为事业的成功带来助力 掌心速度也是相当迅猛 六纹路 犹如手掌上绽放的六角花朵一般的纹理 吉祥之相 拥有这样手相的人很早就拥有他人所憧憬的一切 晚年时期的运程更是强大 即便早期运势欠佳 也可以凭借白手起家的创业精神 最终走向富贵的生活 这些手相 如同一幅神秘的画卷 描绘出一个个精彩分成的人生故事 每一道纹理都是命运的密码 每一条线路都是成功的轨迹 人们或许并不总是相信项面之说 但每当看到这样的手相 心中总是不禁为之一震 在这个充满未知的世界里 手掌似乎成了遇事命运的画布 而每一位主任都期待着自己人生的绚丽图景 接下来 让我们一同揭开更多关于手相传奇的秘密 除了刚刚提到的M文之外 还有哪些神秘的纹路 会带来一夜报复的传奇故事呢 让我们继续深入挖掘吧 一 直觉线 直觉线可能在一般手相中相对罕见 起源于月球并延伸至小指下方的水星球 形成一条半弧形线 拥有直觉线的人 具有超乎寻常的灵感和梦境预测能力 常常能在投机生意中获得意外收益 一夜间实现财富的积累 然而拥有这样的手相 需要懂得试试把握机会 二 手腕线上的花心 手腕线又称手颈线 指的是手腕上的纹路 通常有三条 如果手腕线清晰完整 且第一条线上出现花心 预示着财运爆棚 这种手相的人有更大的机会 因意外之财而报复 三 太阳秋或木星秋的新闻 太阳秋位于无名指之下 木星秋相当于寻宫 如果这两个部位的任意部位出现新闻 暗示着可能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机遇和幸运 从而积累财富 需要注意的是 新闻有可能一段时间后会消失 成功与否取决于个体是否能善加利用机会 四 横财线的出现 横财线是指在无名指下方出现的一条指纹 代表个人的横财运 手掌中拥有横财线的人 相较于其他人更容易获得横财 如果这条线又长又直 清晰明显 被称为幸运线 预示着命珠可能不用求神败福 也能行运 但需要看个人是否具备赚钱的头脑 五 不动产线 不动产线连接事业线和太阳线 落在手掌下方出现 说明命珠有着祖阴庇佑 否则深厚 有获得不动产的可能性 可能是家中长辈遗留的财产 也可能是个人努力赚来的 这种手相极为罕见 若真实存在 则此生财富问题不再是难题 六 智慧线向上延伸 智慧线常见于手相中 如果手相中有着明显的智慧线 并伴有向上延伸的直线 预示着具备发达商业头脑 对金钱观念敏感 善于利用资源赚钱的特质 这种手相的人通常是天生的商业精英 能够通过巧妙理财 实现自己的理想 成为成功人士 七 太阳秋或木星秋上的新闻 太阳秋和木星秋处有新闻的手相 预示着极佳的运势 特别是财运非常出色 拥有这种手相的人 在事业中能够得到贵人相助 顺利迎接更好的发展机会 成就非凡 手掌上的新闻是幸运的象征 若同时出现两颗星 这样的人通常能够成为富有的成功人士 以上这些手相案例提供了一些看手相的参考 通过观察不同手相特征 我们或许能更深刻的了解 每个人的运势和潜在财富机会 如果你对如何解读手相还感到困惑 或许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案例来更好的理解 案例一 这位面相特征为耳眉起高 五官均匀平衡 服运不错 眼睛穷穷有神 充满智慧 慧眼识珠 做事有原则 具有这样手相的人没长过目 聚而不散 和兄弟姊妹缘分神厚 田宅饱满有弧度 青年运势顺畅 有望进入大公司或公职 形象正派 领导容易赏识 鼻梁势中 鼻头有落 鼻翼饱满 夫运强 才运我 双唇厚重 加上奴仆宫 饱满 同事下属 关系融洽 人员极佳 晚年财固 风龙 享受轻浮 是一副上的面相 案例二 首相显示 食指训工 才未见田子文 遇事广至田宅 须所安稳 清晰的事业线 表明财运旺盛而稳定 指节间的米康文 显示着房产风雨 生活无忧 小指水星秋饱满 口才不错 沟通能力出众 谷谷火星 饱满 高突伴有决定线 适合创业做老板 整体首相呈现川字长 生命线早早脱离 生命线的怀抱 表现出早熟 独立和格局开过的特质 尽管小指稍显短小 生命线尾端减弱分叉 但不必过于担心 这是自然规律 晚年生命力减弱 是正常现象 案例三 这张面相给人带来 一种宛如小家碧玉的印象 眉目之间透露着 灵动而富有情感 仿佛一派桃花盛开的景象 眉长而有力 足以遮掩双目 显示出内心的坚强与果断 然而 命相重的夫妻宫凹陷和山根上的痣 预示着桃花节的存在 这可能导致在感情生活中产生一些冲突 甚至可能与家人发生意见不合 产生反目之事 这也是一份以美好爱情为代价的命运挑战 鼻象方面显得相当出众 鼻梁后时 中年运势逐渐向前发展 鼻头丰厚肉感 预示着财运的兴旺 比亦饱满而无孔可见 象征着具备尽财守财的本领 而夫运足够充盈 中年时期将会是一个尽情享受富贵的时光 财源广进 生活富足 然而 人中稍嫌短弱 子嗣方面平平 上唇宝意味着较为短缺的口才 尽管口齿凌厉 但在口舌是非方面仍需保持谨慎 以免无意间卷入不必要的纷争 这也是在相貌中的一处需要注意的点 时刻保持冷静和理智 案例四 手掌大如蒲扇 指粗长 手骨大气粗重 浮运根基不错 虽然掌骨稍显外斑 但意志力稍显不落 食指迅功才未饱满 财运旺盛 正才本质稳固 体现在深长的事业线上 金星秋高突 生命线深刻 生命力强 精力充沛 虎口火星秋饱满伴有绝顶线 充满勇气和魄力 脑线略显浅淡 游勇无谋 感情线深刻 感性而容易冲动 事业线 脑线 生命线 以及太阳线组合成元宝财库 财运丰富 但需注意太阳线多写温干扰 小有成就后切勿自大冲动行事 以免一犯小人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